那個玻璃包膜 我每次我大概一支手機會換四五次 就是一天到晚在摔手機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那個手機的掛繩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私底下穿著比較休閒運動風 所以我覺得它的運動風的那種設計感蠻好的 而且還有小巧思 是Live的 對 我覺得那個很可愛 那個有點可愛 我覺得沒有分什麼年齡層 都可以 我覺得大人小孩都蠻適合 像我爸爸老人家 我真的也需要 對 我覺得老趙嫻贏 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 重返五二 每一個小小的願望背後 都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和最在乎的事 都承載了滿滿的愛 中原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如何用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篇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公民選擇斗內 希望藍福袋 祈求公平正義 不充番五二 不細此福袋 祈求浮亂 運望 紅福大展 健康局福袋 祈求長壽安康 可達平安 中台富王福袋 祈求財源廣進 點長猴 壯元紅福袋 祈求硬是順利 敬搭提名 您的福袋 看名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唷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 重番五二 所有的斗內 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 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好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個小時 上午七點鐘的中天新聞囉 持續要來呼籲一下 從這個小時開始 我們的新聞已經有雙開了 邀請大家現在一塊 動動手指頭 幫我轉到我們的子頻道 中天新聞的YT頻道 還是要不厭其煩的 來提醒各位 找到直播連結 先幫我按讚 你按了讚之後 在今我聊天室裡頭留言 先來做互動了 現在來點名喔 我有看到林志銘 瞧瞧復仇者聯盟 蘇貴蘭 張宏義 李玉慧 還有看到張天師 跟蔡文貴 劉源文 張冰牆 也有看到林志銘 跟杜家榮 烤地瓜的加入 慶張 以及鄭朝芳 現在持續有看到 特洛伊漢朋友 跟我說早安 也有看到氣炸的加入 刷了咖啡送給我 非常感謝你喔 秋香的報導 現在呢 持續還有看到黃辰男 跟我說早安主播 好 徐方舟 Henry Chu 林志銘 菇農堡 非常感謝各位喔 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續 在聊天室當中留言 來做互動了 現在呢 還有看到的是 許靖榮 以及謝志良 賴朵朵橋上縫 許瑶成跟周德龍 譚少成的加入 好 這個小時候的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來關心的是 在高雄市的大聊區 仁德路一段 凌晨十分 有一整排的鐵皮屋倉庫 其中有一間冒出了黑煙 消防局在貨爆之後呢 立刻出動了五個分隊 抵達之後破壞鐵捲門出水滅火 其火點疑似是一臺貨車 還好這個火勢呢 在20分鐘左右就被撲滅了 詳細狀況呢 要把時間交給記者風雲姐 好的主播 這起火警意外 發生在今天凌晨十二點四十分左右 高雄市大聊區仁德路一段 其中一間鐵皮倉庫冒出黑煙 消防貨爆後緊急出動 帶您看一段現場的救援畫面 消防出動五個分隊 抵達後破壞鐵捲門出水滅火 根據瞭解 起火點疑似是一臺小貨車自然 濃煙竄天 把附近的民眾全嚇壞 就怕火勢燒到其他間倉庫 一起來聽一段現場訪問 左姓火勢在二十分鐘後遭到撲滅 沒有人員傷亡 起火的確切原因還有待調查 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最新情況 主播 在新北市的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一百二十五巷的巷口 二十號晚間的十點多鐘 您可以看到當時這個馬路上 中央出現了一個大坑洞 消防隊貨爆之後 立刻趕到現場瞭解 這個坑洞大約有1.25公尺長 寬跟深度都是0.6公尺 還好民眾發現的即時 沒有人因為這個坑洞而受傷 在雲林的陡南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命案 有兩名嫌犯疑似跟被害人有財務的糾紛 竟然是強擄被害人而且失以淋虐 並且強壓被害人在後車廂 駕車到了汽車旅館 這才發現被害人竟然已經丧命了 於是直接把人丟在浴缸 這期間兩名嫌犯不止不出門 還吩咐旅館不用送餐也不用整理 避免東窗事發 足足躲在汽車旅館當中5天之後 才到了警察局自首承認犯案 一台銀色轎車駕入汽車旅館 接待人員開門問候 看似正常入住消費 但其實車子後車廂正常在一個強壓滷來的男子 事犯案雲林陡南 兩名嫌犯與34歲徐姓男子之間有債務糾紛 徐姓男子先被強滷暴打 之後被壓在後車廂再往汽車旅館 但沒想到隔天他已沒了氣息 兩名嫌犯便將他棄至浴缸內 更通知旅館不用送早餐和整理 直到15日晚間 兩名嫌犯才前往警察局自首 稱不小心把人打死 據了解徐姓男子一次在雲林 找有人投資高麗菜種植 上千萬的投資資金卻迟迟沒有分帐 是否因此讓兩名男子起了殺心 檢方還要進一步調查 在十天準備採收了 徐姓男子粉絲專頁上分享著各種農產品訊息 看起來對農業相當有研究 卻沒想到害自己人生走到盡頭的災星 也因蔬菜而來 記者廖文斌 韓志欣 陳正茂 雲林報導 在新北三重有一位廟林女子 二十號下午帶著心愛的小狗出門散步 想不到大街上竟然是突然衝出 兩名的黑衣惡煞把她給包圍了 光天化日之下連拉帶扯把女子強壓上車 一路從新北掳到了苗栗去關押 警方獲報之後立刻攻堅救人 而現在整個驚悚的掳人過程也全曝光了 廟林女子人行道遛狗到一半 一旁進突然衝出一名惡煞狂拉猛車 要把人壓走 見到女子瘋狂掙扎蹲下死不就犯 另一名黑衣同伙也上前助陣 兩名壯漢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把女子強壓上車當街路走 換個角度更驚人 只見黑色轎車早就開到現場埋伏 一見到女子出現立刻鎖定衝上前壓人 三人一路從人行道搏鬥到車門口 女子最終仁不敵惡煞粗暴力 被蒙拽上車加速駛離 留下六刀一半的狗狗無助 招不到主人 二十號下午新北三重爆出驚悚 登街路人案 惡煞一路狂飙從新北南下苗栗 把女子塞進鄉下荒僻的老家 讓被害人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但警方以車追人 六小時衝破據點 身上瘦乾淨 看有沒有到處 安裝問題 被狼狽壓地 還趁兇鬥狠持續掙扎 三密犯嫌疑被逮捕 狼狽壓制 肉票也驚險營救出來 不過一查 三人千顆累累 反動機更是不單全 初步了解 雙方疑似有債務糾紛 訊透依妨礙自由罪嫌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犯嫌工程受人委託處理債務 被魯女子說是老公的債 但先生卻不承認 恐怖魯人各執一詞 是否跟被害人丈夫 經營高利貸有關 要繼續追查到底 這種方面均洪於藍心 不是報道 好 電價的部分要告訴您 是電價費率審議會 今天下午就召開了 電價方案出爐了 4月份的電價 即將要調漲11% 而且部分工業 民生 各個級距是全面調升的 立刻衝擊到全國 有1434萬的用戶 其中如果民生用電 700度以上的 將會擴大調漲7% 產業的部分 設超級大戶 最高的調幅是25% 包含了台積電 Google 跟中華電三家都入列了 好 當然電價即將要漲了 現在連帶 台鐵 客運 甚至捷運 恐怕都會跟著調漲 政院已經決定要給千億元 來補貼台電的虧損 立刻引發藍軍炮轟 廢核政策 讓台電的財務黑洞 高達1500億 政府根本就是把老百姓 當成提款機 台電4月要漲電價 交通部證實28年來 每條的台鐵票價可能調漲 上北捷一年電費23.8億 未來捷運 高鐵客運 恐怕統統得跟漲 政院拍板 還要撥錢補台電虧損 政院這邊 大概基本上態度跟立場 就是往1000億以上 這邊來做撥補 在實際的數額 他必須等最後的精算 才能做確定 他的這個無底洞 已經高達1500億以上 怎麼樣去補他 明年是不是又要再補他 每年都要再補他的話 那台電開公司幹嘛 看國人之凱啊 因為左手是直接跟人民要錢 漲電價 右手是透過政府 都是拿納稅人民的錢 台電為何虧成這樣 政府兩年內 譯住台電3010億 台開平均電價2.9元 再生能源平均5.3元 比單位成本高出41.66% 外界炮轟 台電狂虧 就是政府搞廢核等意識形態作祟 燒煤炭就是3塊半 天然氣就是4塊半 光電88槍就是6塊錢 風電就是7塊錢 俄武戰 反正我們制裁俄羅斯 連日本都偷偷買 反正我們不敢買 我們是美國的乖孫子 我們是烏克蘭的乖兒子 那這為什麼好報應 這問你上頭一個老闆 美國人的乖女兒 我同性 不准買俄羅斯的 藍權炮轟 民進黨政策錯誤 卻拿百姓當提款機 當初狂喊廢核的人 怎麼不拿自己的錢 來補台電虧損 錯誤的政策錯誤的政治人物 胡搞瞎搞 誰選的 多少大牌的文人 大牌的作家 大牌的藝術家 導演演員 通通站出來反核 好像不反核就不是人 就你們今天乖乖繳高電費 你們都不是人 民進黨廢核 搞出台電財務黑洞 就怕掏空百姓荷包 也補不了能源政策的錯誤大包 記者善如魯林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 好 電價漲幅在今天拍板定案 當然衝擊也提前引爆了 主要是因為央行在21號 召開了首季的理監事會 不只率先把今年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從1.89%大幅上升到2.16% 現在已經是國內的首家 喊出破二的預測機構了 民視的當然就是電價調漲 帶來的物價衝擊無可避免 同時央行更無預警的宣布升息半碼 就是0.125個百分點 現在重貼限率已經來到了2% 這個數字是近15年來的新高 就是希望能夠壓抑 因為4月份電價調漲之後 可能會造成的通膨預期 好 剛剛一連串已經告訴過您了 包含漲電價 包含了升息 當然蔡政府即將卸任 要交接給新任總統賴清德 好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中國時報在今天的新聞透視 就做了分析 有人解讀小英是要在520之前 先幫賴清德拆彈 然而這些調整勢必會衝擊到民生 反而會累積更多的民怨 好 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造成了電價調漲 通膨惡果 自以為在拆彈 實則是放毒 賴清德上任的第一天 恐怕就是民怨的開始 美國的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 出席了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針對了印太區域的安全威脅 舉行了聽證會 好 當然這個阿基里諾表示 美國國防部計劃評估台灣民防的實力 確保民防組織 擁有可以阻止中國入侵的小型武器 同時呢 他也否認了美國的 綠扁帽特種部隊在金門常駐 他認為這個是不實的報導 而且他還重申大陸攻台的時間表 可能會落在2027 但是根據美國NBC新聞指出 習近平去年曾經告訴過拜登 他尚未制定兩岸統一的時間表 大陸海境組成艦艇編隊 15號在金門限制水域執法巡查 兩岸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而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 出席眾議院軍委會聽證會 被問的陸軍特種部隊綠扁帽 是否常駐金門 直接否認 表示這是不許報導 不過阿基里諾表示 美國國防部計劃評估臺灣民防實力 確保臺灣擁有可以阻止解放軍入侵的小型武器 阿基里諾此時不願意說明 所謂小型武器是否將應用於城鎮站 接著議員蓋茲追問 所謂防禦能力是否是使用豪租戰略 但阿基里諾拒絕使用豪租戰略一詞 只說美國會依臺灣關係法 為臺灣人民提供訓練 這個說法開始於2022年 裴洛西訪台後 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對中方演訓進行了研究 認為中國可能會封鎖臺灣 臺灣不得不獨自面對 美國將對臺灣提供先進小型武器 把臺灣打造成對抗中國的豪租 阿基里諾在聽證會中說 所有跡象表明 解放軍將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臺灣的準備 也一直演練與對台行動相關的各種任務 例如模擬海上和空中封鎖包圍臺灣 重申了大陸犯臺時間表的急迫性 記者綜合報導 美軍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諾 他是在20號眾院的軍委會聽證會上頭 已經否認了美國的陸軍特種部隊 綠扁帽有進駐臺灣訓練臺灣的軍隊 不過國防部長邱國正先前卻說 臺美之間有軍事交流合作 到底為什麼兩邊的說法不一致呢 對此政大國關中心兼任研究員 嚴正深老師他就分析了 美方巧妙的回答 為的就是不想要激怒對岸 我們常常看到在美國就是在講話的時候 他講的絕對是事實 可能就是因為問的問題也很技巧 說有沒有在金門 沒有 可能確實是沒有在金門 但在本島可能真的是有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真的是有在金門 那當然對兩岸的關係會造成一個緊張的 然後美國介入 那對大陸來講他可能必須要有一些回應 可是如果今天印太司令 Ginino出來否認 那我覺得至少就在官方上面 大陸如果要對美國指責或什麼 他說我們都否認了 那可是問題是他問的是在金門 而不是說整個全台灣 那全台灣大概已經確實是有 那可是好像最近我們看到的這個衝突 是在金門 財政部長說政府有在 沿你徵收戰爭稅 行政院方面趕緊澄清說 沒有這件事情 不過同一時間 美軍的印太司令剛剛告訴過您了 有提到中共即將在2027年犯台 但是這個時候 國安單位卻沒有澄清否認 因此藍軍也炮轟了 政府就是在欺騙百姓 兩岸離戰爭近了嗎 為了籌軍費 傳出政府嚴禮要課戰爭稅 我們的戰費的籌措 預算的轉換 稅跟費都有考慮 都還在嚴禮過程當中 連蔡英文的愛將都說 確實在嚴禮戰爭稅 但行政院滅火這麼講 相關的兵推是 秦靖的推演 並無嚴義戰爭稅 行政院在說謊 財政部長講得很清楚 是有在嚴禮 因為行政院長只被下台了 所以他當然不想要挑這個責任 網友狂轟如果戰爭都打到本島 哪來得及加稅 還說飛彈一來逃命都來不及 是要加稅個鬼 看看烏克蘭從2014年起 克1.5%的戰爭稅 2022年就爆發了俄屋大戰 今年還要調高戰爭稅 達到4.5% 難道我們現在真的得走上戰爭之路 戰爭稅是什麼 就是包括準備要戰爭的費用 所有的戰爭都是來自於政治 就是把全國老百姓推入國坑 這種事情是不能原諒的 戰爭說影響外資信心 行政院才極力澄清 不過美國彭博社報導 美方印太司令阿奎利諾 說所有跡象都表明 大陸解放軍將在2027年犯台 國安局要不要否認澄清 因為2027年是中共解放軍 建軍100週年 希望在這2027年 能夠達成建軍百年的總目標 但藍軍怒轟如果沒有戰爭的危險 為何讓你美國好朋友亂講話 不提告假新聞 如果有戰爭危險 為什麼要騙百姓不用籌軍費 國安局既然會有這種反應 這種就像是掩耳盜鈴 如果有對中天的這個精神的話 蓬勃CNN早就被NCC告到死 兩岸的危機怎麼來的 不就是因為你不溝通嗎 烏克蘭真正的有錢人早就跑 剩下來的都是擾弱婦孺 在戰爭爆發之前你還來得及 為什麼你不去做 民進黨一邊說台灣很安全 一邊又在掩擬戰爭稅 當美方說台灣很危險要打仗 官方也沒有罵美方亂講 百姓到底要相信誰 記者黃毅君王志函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當然最近這個戰爭稅的議題 又引發討論 我們接下來再來聽一下 立委王鴻威就說 這只是天馬行空 在說空話而已 今天非常不幸 台海之間發生戰事的話 那我覺得金融一定先崩潰 金融市場一定先崩潰 但是我覺得昨天財政部竟然還提到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麼我們來徵收戰爭稅 我覺得這個根本是一個 完全天馬行空 那麼事上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空話而已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我們可能第一個面臨的是 我們金融市場的崩潰 可能是在整個的外匯市場 新台幣會跌到多少 我們不知道 股票股市價格會跌到多少 不知道 而在那個時候我們在說 我們要跟全台灣的人來徵戰爭稅 那麼到底可不可以收得到 而且在戰爭的時候 那麼有那麼多突發的狀況 那麼想用戰爭稅來作為支撐財政金融 我覺得這根本是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妄想而已 CTI Talk網路論壇兩岸下一步重磅對談 美國總統大選拜登跟川普即將要再度對決了 而大陸方面將會有哪些對應的劇本呢 好另外就是總統蔡英文到底要不要登太平島 這個在美中台之間又會出現什麼樣子的國際力量較勁呢 包含這個淡江榮譽教授趙春山老師 還有台大教授院舉正 兩個人會有重磅對談 精闢的分析兩岸之間的最新國際局勢 邀請各位在本週五下午的三點鐘 鎖定這個直播 高質量 滿滿干活的CTI Talk網路論壇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所以我叫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膠原蛋白 來增強行動力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0千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還是運動健身族群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你是藤太極還是陌生 我出生於500年前 我有一個妻子 她護過我 救過我 身體徹底改變了我 你生來生負先骨 天地你要拋棄我嗎 給我心想換那些活 場地的進行 3月27日晚間9點 中天娛樂台 要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了 特別提醒大家把握今天的好天氣 如果有洗衣曬被需求的朋友 可千萬可以來好好利用一下哦 不過呢其實這個日夜溫差是蠻大的 在穿著上還是要記得適時調整一下 我們首先透過這個衛星運圖 就要告訴大家今天全台各地都是非常溫暖穩定的天氣形態 中南部地區則是多雲道晴 不過呢北台灣的部分雲量會來的有一點點多 花東跟橫川半島會有直步的短暫陣雨 至於呢在午後因為熱力作用 西半部的山區也會出現零星降雨的可能性 不過整體說起來呢 在今天降雨範圍非常非常的小 也是比較短暫的 白天開始呢各地都是溫暖穩定的天氣形態 北部跟東半部在今天高溫 24到26度中南部不用說了高溫26到28度 如果是內陸還有近山區 溫度還會再來的更高一點點 感受上呢是比較溫暖而且微熱的 如果你是處在雲量比較少的地方 這個區域的紫外線可能會來到過量等級哦 所以提醒大家在今天出門的時候 也要做好防曬工作 不過呢各地早晚時分是覺得略有涼意包含北部 宜蘭低溫只有15 16度 其他地區的低溫16到18度 日夜溫差是蠻大的提醒各位早出晚歸 還要記得注意溫度變化適時的調整穿著 好當然呢即將要迎接週休假日了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未來的天氣狀況 從週五就是今天開始一直到了下週一 你可以看到各地的天氣都還不錯 回暖的狀況之下東南部轉南風 好花東地區呢會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與西半部的山區午後也會出現零星的短暫震雨 好特別提醒大家從這個23號開始一直到26號的凌晨 包含了西半部地區跟外島地區的金門馬祖 可能會有直步物或是低雲的狀況出現 好如果說你有往返這個本島跟外島地區需求的朋友 還是要多加留意先查詢一下航班是比較保險的 好不過呢時間來看到到了下個禮拜二開始 封面即將要報導咯受到了封面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您可以看到包含了北部東半部地區都會下雨 雨區的範圍擴大了 而且呢這個降雨的時間也會來的比較持續 溫度的部分也是會下降 特別提醒大家當然這個氣溫上的變化 務必都要多留意了 最後我們來看到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日夜溫差還是要多加留意 另外一個部分在今天西半部地區 從北到南包含了北部陶竹苗中部 還有雲渣南地區整個空氣品質都非常的糟糕 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如果你本身是過敏族群的朋友口罩還是要戴好戴滿的 以上呢就是這個小時線上資訊提供給大家了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到在高雄人舞的水管路 20號晚間的8點多鐘發生了一起遊覽車自撞寒凍的事件 結果造成了一死十四傷 好坐在第一排80歲的老翁當場死亡 他的女兒有說其實爸爸當時有打電話告訴他說 再過半個小時就到了沒有想到最後發生了意外 原本六月份要辦80歲大壽 當然女兒很崩潰痛哭 他說司機表示是為了省時間 不過兒子則是質疑司機根本就是為了趕下班 不斷的走錯路一路的亂開 好誤闖機慢車道 明明這個上下高低差這麼明顯 限高兩米的標誌也很清楚啊 怎麼還會幾乎沒有減速撞上寒洞呢 晚間8點多超載機慢車專用到機車衝衝衝 但偏偏有輛遊覽車誤闖 幾乎沒有剎車猛力撞擊寒洞卡死 車頭消掉一大半 擋風玻璃瞬間炸開 一名80歲老翁坐在第一排 當場爆頭慘死 造成一死十四傷重大車虎意外 他在大概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到家了 結果後來接到的電話就是這樣子 家屬情緒激動難過到全身站斗 就在20號遊覽車上面載的台塑南亞退休員工 以及附近社區長被供25人到阿里山一日遊 但明明已經到家門口 卻發生死亡吃貨 今天要滿發生 又要給他做八十歲的大獸而已 跟父親通完電話半小時就撞寒洞 這意外到底怎麼發生的 司機真的是路況不熟嗎 明明早上已經開過的路還走錯 是要急著下班嗎 然後司機也有走錯路的什麼一大堆 然後就一直在放誠課了嘛 後來到這邊已經晚了 晚了就算了 他也是在趕他趕什麼 司機為了節省時間提早 彎進機滿車道 但路不僅超小條 和汽車道高低差超明顯完全不一樣 限高兩米標誌也清楚可見 司機被質疑不斷狡辯 那是那邊是寫橋下啊 你橋上這邊明明就寫得很清楚啊 你絕對不能接受 你開汽車道和汽車道有節省到什麼時間 家屬痛皮 司機就是為了趕著下班超近路 開進機滿車道 再加上疏忽沒注意限高 才會幾乎沒減速撞上寒凍 造成一死14傷 最近沒道歉 還一派輕鬆 氣氛完全無法接受 記者洪昌騰今天中 蔡務編王書宏高雄報導 好高雄市呢發生了這個游覽車意外事故 該團是一日游 現在呢也是很多的銀髮族平常出遊的熱門選擇 像是近期呢 剛好是這個阿里山的櫻花季 其實每天都會有好多一日游的遊客上山去賞櫻花 但是您知道嗎 這種搭乘游覽車一日游的行程 通常是早出晚歸 所以說司機的工作是否超時也讓人感到很擔憂 有司機坦言常常處在超時的邊緣 也會因為敢行程而違規 好接下來呢 這個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他涉嫌收賄土力僅用監視器的業者 遭到了檢方聲壓禁見 起初呢法院的部分裁定200萬元交保 但是呢檢方獲悉 陳崇文在交保之後接觸證人 有勾串滅政之餘 經過了抗告高院發回重裁 北院在21號改層裁地積壓禁見 好您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呢 陳崇文他雙手上靠布上了球車 隊伍當中走在後面的 還有涉嫌虐死一歲男童 凱開的溜性保姆 好一歲多出養男童遭到保姆虐死 衛福部21號到了行政院會做專案報告 列出了四大的關鍵斷點 點名包含台北市跟兒蒙訪市都沒有察覺到異狀 新北市的部分 未評估孩童出養必要性等等的疏失 好因此呢外界認為是再度甩鍋給地方 對此新北市的社會局發了三點聲明反駁 衛福部檢討報告斷章取義 台北市則是強調已經邀請了專家開會提出改革建議 檢討報告將會提交中央做討論 好我們繼續還要來看到白沙屯媽祖的繞境活動 現在持續當中 在昨天的部分上午跨入了雲林境內 但是跟過去的路線不同的是 媽祖藍教從張雲大橋行進了林內鄉 當地的信徒非常的感動 贏家直呼這可是百年來的頭一遭耶 好不過也有資深的香燈腳感嘆 不少人根本就是來湊媽祖熱度的 沿途拿免費的結緣品 吃不下又亂丟造成浪費 簡直成了一場大型的行動夜市 百年來頭一遭白沙屯媽祖跨越張雲大橋 來到雲林林內鄉 路線帶來大驚喜 讓當地信徒好感動 沿途人潮不斷 空拍鏡頭密密麻麻 全是成形信徒 還有更多人主動捐出結緣品 一路上有吃有喝 絕不會餓著 來來來來 5千份便當分送給香燈腳 就連開車經過的也拉下車窗拿一份 但有信徒說18萬人 人多亂象也多 有人四處拿免費結緣品食物吃不完 到處丟變成浪費 根本成了行動夜市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好的 特殊的幾個狀況而已吧 更有人只是為了趁媽祖熱度湊熱鬧 擠在鑾轎旁甚至搶轎都是禁忌 一年一度媽祖競鄉 隨著報名人數年年增加 今年暴增將近18萬人 裡頭或多或少出現了害群之馬 讓宗教盛世沾染污點 捷中部綜合報導 好 藍營方面現在要求賴清德 未來到國會去備詢 結果遭到綠營強力阻擋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報告的時候 名將立委莊瑞雄 針對之前的總質詢遲到的爭議 還找周萬來算帳 結果拍桌怒罵了5分鐘 當然這個畫面讓網友看了大炸鍋 身為800萬票選出來的民選總統 蔡英文神隱745天躲著媒體 藍營要求未來賴清德 必須到國會備詢 但民進黨百般阻擋 說是違憲被立法院秘書長狠打臉 你應該接受詢答 去彌補像蔡英文這種 完全不理睬民意的漏洞 恐怕都逾越了憲法的授權 因為憲民條文就明定了 所以也沒有到修憲的問題 藍秘書長周萬來的回應 似乎讓綠營不滿意 直接翻起舊招 前幾天在討論說 莫蘇委員的諮詢 你是傻到不可以 把你們委討一下 韓國瑜院長出錯了嗎 沒有 對嘛 在每一個施政報告 施政執行的 我們一定有做宣告 反正按照立法院議事規則 算是三次未到 就是跳過了嘛 民進黨立委自己質詢大迟道 當天不但找院長踢館 如今罵不到韓國瑜 甚至找秘書長算賬出氣 我是跟你說你先敗 那百貓我就給他 你知道嗎 你是在... 哦... 你當中我批記很好 三部的立委都沒說 他們做過 你不太厲害 我如果要跟你作案來 你會讓我亂死 莊瑞雄拍桌狂罵五分鐘 網友看到炸鍋怒轟 這是更小當時 把秘書長當成自己的助理嗎 難道買車票遲到火車跑了 還要大罵 贊務人員嗎 民進黨遲到 怎麼還有臉拍桌罵人 我笑這個莊瑞雄根本不敢 你不敢對著韓國瑜去講這些 然後把週刊來當成出氣筒 民進黨不要再做這種 丟人現眼的事情了 民選總統該不該受監督 遲到錯過質詢 該不該指著別人的鼻子罵 當綠委罵得滅紅耳赤 就怕被選民當成笑話 接著梁傑瑞雄 SF5台北報導 好 週萬來到了立法院去備詢 民進黨立委莊瑞雄 問到了國情報告內容的時候 週萬來回答說 專案報告當中都寫得很清楚啊 委員可以自行查閱 結果莊瑞雄當場就拍桌怒嗆 我是尊重你是前輩 不然我也是有脾氣的 而且他還批評韓國瑜有時候瘋瘋的 而且還說是韓國瑜教你這樣嗎 好 對於這個部分呢 週萬來其實全程都很有禮貌的在微笑 很多網友看到之後 則都非常的傻眼 質疑莊瑞雄是抹黑韓國瑜不成 就找週萬來出氣 好 對此呢 前立委郭正亮表示 難以想像莊瑞雄會對週萬來生氣 好 因為罵週萬來 他也不會得分 莊瑞雄實際上這個問題 本來跟韓國瑜是沒有關係的 這跟國會改革比較有關 可是因為他對週萬來動怒 對啊 人家就會聯想到韓國瑜 不是 因為他有點韓國瑜 他說你笨到沒有跟院長提醒 一時規則從以前到現在都同一本 沒有一個院長出錯 你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出錯 你當秘書長失職 這個也是在講週萬來本人 沒有啦 這個就是 沒有 週萬來就是沒有提醒 那這個還引起另外一個事件 也是綠媒說謊 因為綠媒說他有 然後韓國瑜不聽 對 對不對 那後來週萬來在 內部協調的時候就說他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要倒過來來責怪週萬來 事實上週萬來即使有勸 韓國瑜不一定會尊重 他可能會覺得 不要讓陳建仁等太久 對不對 這個 因為那天的主角是陳建仁 他是總質詢 這也不是週萬來能決定的 那主要是週萬來講說 那可以去看他念的哪一本書 然後他寫的哪一本書這樣 其實那個 莊瑞雄會這樣回應 我也有點意外 因為他也蠻老鳥 他說我也是會生氣的 對啊 那我難以想像他會對週萬來生氣 我也覺得他說 如果其他委員就不客氣開罵了 講很嚴重 你罵週萬來也不會得分 因為他就是那個樣子 他就是思思文文 慢條思理 那始終堅持專業那個樣子 所以你去責怪他沒有跟韓國瑜提醒 也不會得分 因為按照規定 按照規定週萬來沒有必要提醒 對不對 那你除非你事先有去拜託秘書長 那就是個別委員的事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他也不會從這邊就發作到韓國瑜身上 這個莊瑞雄也蠻鬼零精的 所以他就是就這件事這樣論而已 我認為這件事燒不開 好 要來問問大家更新 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因為現在我們推出的是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的活動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祈福福袋 讓廣大的中天好朋友們幫你祝福 大家只要打開這個APP 首頁右下角有一個好運龍的符號 把它點下去就會看到有五款福袋公寧選擇 你在抖內贊助之後 福袋就會在鏡頭上秀出來 留言也會出現在下方的跑馬燈 因此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來賓 來支持了另外一個部分呢 也要請大家來多幫忙 就是大新聞大爆掛頻道 現在要開會員囉 因此陳志邀請大家 可以幫我們加入頻道會員 成為爆掛的後援會 成為後援會之後呢 每個月是可以參加線上見面會的 而且也有不定期的快點購 驚喜優惠好康 現在同時呢 只要你在三月底之前 來加入我們後援會 還有一個限時加碼的活動 是可以下載這個會員獨享的 鐵粉認證感謝照 讓大家一次可以擁有 雙主播的鐵粉合體美照喔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關心的是 美國職棒大聯盟到其二刀流 大股詳評的翻譯水源一瓶 金船涉賭 而且他還是挪用大股的賬戶 匯款了450萬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1.43億也 他已經承認自己賭博成癮 並且遭到了到其對貨速開除 而現在他驚人的薪水 也曝光了高達上千萬元 不用帶筆記本 因日語流利轉換二刀流 大股詳評的鐵神翻譯水源一瓶 過去神翻譯備受肯定 現在卻被爆出挪用大股 超過450萬美元 約台幣1.43億的資金 非法賭博 20號遭盜期隊開除 日媒也發現大股詳評21號 取消追蹤水源的IG 兩人關係正式破裂 39歲的水源一瓶出身北海道 在洛杉磯長大 從火腿隊一路跟著大股到美國 當翻譯陪練球還一度當司機 包辦大股的大小事 如今動用大股的錢 非法賭博年薪也跟著曝光 日媒曾報導水源的年薪 是抽大股年薪的1%到2% 以大股平均年薪7000萬美元 約台幣22億來算 水源能拿到一年約台幣2200萬 至4400萬的高額薪資 水源一瓶雖然聲稱 他主要賭足球籃球和橄欖球 並沒有簽賭棒球 但涉嫌偷大股資金違法賭博 卻說辭反覆 19號說是大股翔平幫忙還債 20號又說大股翔平不知情 現在球迷憤怒炸鍋 批水源一瓶已經成了全民公敵 另一邊日本前女子捉球選手 符云愛和江洪傑才宣布雙方和解 現在又被報符云愛有大陸金主撐腰 無錫借給他3億日元 約6470萬元台幣 在大陸的工作也有這位富豪幫助 再度成為網路話題 記者李清綜合報導 好 當然其實這個水源一瓶 他涉賭之後 現在已經遭到到齊隊解雇了 外界很好奇的就是 那麼大股的新翻譯是誰呢 目前球團宣布 將會由現任到齊隊的數據 分析負責人艾爾頓 來兼任擔任大股的新翻譯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的 新賽季在首爾開大 不少的南韓藝人都前往朝聖 除了場上的球星備受矚目之外 觀眾席也成為一大焦點了 來看一下 這個是知名的破將CP 玄冰跟孫逸貞夫妻 就在21號被捕獲了 而且呢他們背後作者的是 死鬼CP孔劉跟李洞旭 當然在現場這個來賓洗頭的 超高顏值銅框照片 也立刻掀起網友的暴動 藝人大S跟前夫汪曉飛 離婚的官司還在持續 不過衍生出的新一輪風波 好面對大S家指控婚內出軌欠錢 汪曉飛的媽媽張瀾 在20號晚間開了直播 指控的是大S家賣掉了婚房 獨自霸佔3億元的款項 而且呢還直接把這個時間軸 給曬了出來 質疑大S在離婚之前 早就開始寄東西到南韓 是出軌的一方 那也請你把我給他們購置的婚房 你大概賣了3億左右台幣 王曉飛大S離婚官司 罵政持續前婆婆張瀾 20號晚間 ZK直播反控大小S一家 私自賣房欠錢 第一套房是12年前 我買的賣完了一分錢都沒給我們 他媽咪了 2022年間大S曾經公開 王曉飛手寫借據 多達2600萬的欠款 就和台幣上億元 不過張瀾如今不認賬 煩咬S家還逗欠王家 2億台幣 他說如果徐家 一定有一個不健康的孩子的話 他願意生這個小孩 是 雙方家屬全加入戰局 笑S也透過經紀人回應 謝謝大家的關心 這幾年真的辛苦我姐了 透露出心疼 不過爭議還沒完 他整個撲上去 跟這個女孩子就在沙發上 面對大S三點指控 王曉飛婚內出軌 張瀾反擊 曬出時間軸 直於2021年8月14號 大S就送刺青器材 到韓國巨峻業家 雙方禮婚條件 卻在2021年11月成立 更曾約定 大S再婚 王家不必再支付 贊養費用 表示自己不惜斷絕母子關係 要公佈證據 那我現在就把你今天提到的 出往鬼的證據 然後在附件 在工作 使證據的公佈當中 做好了 女方小飛 斷絕母子關係的骨飛 常常依照時間表 卻缺乏相關證據 不少人提出質疑 如今雙方爭議 自有一套說詞 這裡請完聽台北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每一份捐血都是生命的禮物 但是你知道嗎 近十年 台灣二十四歲 首次捐血的人口數大幅降低 年輕心血減少了近四成 我是謝正武 2024年3月 邀請你一起響應 大大攜手 讓愛會流 捐血佳年華 戶外踏青正式時候 你需要一個多功能的雙肩包 中天文創keep going雙肩包 讓你輕鬆出遊 也能展現個人魅力 材質經營防潑水 出遊踏青好心情都寫在臉上 粉嫩的春天色系 襯托臉上綻放的甜美笑容 多夾層輕鬆收納 一起來個說走就走的小旅行 中天文創品牌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雙肩厚背包 櫻花粉奶茶色黑色 共三款 高質感休閒風 多層置物空間 即刻入手請上快點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好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這一位畫面當中的 就是國民黨立委徐巧新了 他最近聲量很高 首先來關注的就是呢 遭到這個農業部提告喔 徐巧新他有特別提到 到了農業部 兩度提告都贏 不論形勢 民事 農業部 都是輸的 請法院要求 經濟部 國貿局 農業部 還有續產會 超私提供會議記錄 廠商名單 公文 合約跟報價單等等喔 好這一回呢 他直接對農業部開嗆了 你告我的時候動作很快 要你提出證據 你又不敢 這就是農業部啊 好但是農業部的說法認為說 這個不是本案重點啊 因此他們才不願意提供 農業部的常務次長 杜文貞 則是認為 就我自己的觀點 目前還沒有看到 這起司法案件 要繼續上訴的理由 好因此呢 針對這個農業部 跟徐巧新之間的官司訴訟 網友立刻也開酸了 你根本就是拿全民的納稅錢 來告明代啊 好還有人說 法院認證謀財害命 也有人提到了 是用納稅錢在執行 剷除一擊 好當然其實喔 這個巧新前進國會的時候 可以說是戰力破表 我們來看到 徐巧新呢 他其實有自己提到 他自己覺得自己是非洲秘歡 對於生死是看淡的 同時呢 在參加節目的時候 他有透露說 自己出生的時候 然後本名叫做徐美鳳 好所以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達到了聲量高峰喔 好但是呢 他說呢 後來就拜託媽媽改名字 因為呢 這個名字實在是 太容易撞名了 好同時呢 他說自己家裡頭 開的是西式早餐店 其實一年365天都沒有在休息 也養出自己高抗壓的性格 好當然呢 我們再來看到 徐巧新日前 因為在國會的一場 這個衝突跟糾紛當中喔 當時他有比出一個 這個阿達的手勢 結果呢 引發外界的批評 好徐巧新也特別解釋 為什麼自己會有這個動作 他說呢 因為吳思瑤根本就不會受傷 一直在說謊 好造謠說自己會受傷 反而是因為吳思瑤有做指甲 王洪威才比較痛吧 好網友也立刻說了 沒有辦法 因為遇到了戲精啊 所以徐巧新才會比這個動作 這是很正常的反應 還有人說 看到歌靈步氣撲撲 就知道手勢真的是比對了 還有人提到了 看到側翼跳腳 就知道自己選對人了 當然 巧新進來的經典金劇非常的多 我們把大家 幫大家整理出來喔 像是綠尾全部在地上打滾 也沒有 好還有說 這是綠巨英聲和民進黨 就是盧曉曉 還有太陽花領袖 全部變成了民進黨形狀 好另外呢 我們接下來再帶大家 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是日前爆出的 鄭文燦的開放片 還有前綠委羅志正的總統錄音檔 再加上趙天麟的小三親密照片 全部都被送到了調查局調查 好只不過呢 現在時間都已經隔了好幾個月 真相到底是如何呢 這個也是呢 調查局局長呢 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面對徐巧新的質詢 其實根本就答不出來 好當時呢 巧新直接把這三張的照片 秀了出來 而且他還直接說 欸你不要一直看旁邊的那張圖啦 我問的是錄音檔欸 主要就是因為呢 他覺得這個局長 好像看到這一張張火辣的照片 所以呢 才會遭到巧新的調侃 大選前瘋傳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疑似受招待到澳門開房喝花酒 鄭文燦提告說影片造假 調查局狂查快半年 打死不敢公開說影片是假的 那如果是假的是不是就要公開啊 這個裡面齁 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的因素 假的你一定要向大家說明啊 那如果是真的 那可能就要考慮當事人的想法 就不一定要做說明 所以它是一個D-fake AI的影片嗎 它也是證據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就整個 我們一同送給了 可是一再追問 調查局就是每位高官開房影片真假 來掛保證 之前國防趙偉趙天玲 或外情對象傳出有中國特務背景 調查局查出來了嗎 趙天玲有約談嗎 趙天玲的部分啊 目前我們是先把相關的證據 收集齊全以後啊 送給家 趙天玲簽密不亞照一羅匡 但是有沒有涉及國安洩密 調查局至今給不出答案 因系大笛子羅志正 竟然透露蔡英文的談話 時隔幾個月查出來了嗎 有沒有去錄總統跟院長的音 請問一下這個錄音檔有沒有變照 這一件也是這個 調查局餓了半天狂吞口水 超級尷尬 立委噴出這句話 不要一直看左邊那張圖好不好 是 我問錄音檔 是 小英愛將的開訪片 英系子弟的錄音檔 難道如此難變真假 當堂調查局竟然查不出來 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不是查不出來 而是不能查出來 所以我們的調查局非常的為難 既不能夠說真話 也不能夠講假話 為什麼 就是因為政治凌駕於了是非之上 司法檢調碰到民進黨 就查不出來 陳宗彥社談能檢查了一年多 也沒下文 連監獄彈劾都輕輕放下 網友很酸 原來錄音權貴貪污外譽喝花酒 通通查不出真相 台灣的司法公正與正義 遇到民進黨就轉彎 就連性招待的事情監察 都還能夠有11個委員呢 為他背書 等於有11個監察委員 覺得性招待 然後收受賄賂 是OK的 沒問題的 這簡直是民進黨 讓台灣的官員性招待合法化 這個誰能忍受呢 有人敢透露總統聲音 有人敢造假 打官開放 安全通通查不出真相 不知道是檢調能力太差 還是民黨控制司法 造成效化 這張正面陳真 特別報導 中天新聞台 因為報導了三市長 合體天空出現了鳳凰展翅雲朵 結果遭到了NCC開法 中天提起了行政訴訟 台北地院更一審判中天勝訴 NCC提了上訴 申請再審 接連遭到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駁回了全案確定 中天拿下第16勝 但是呢 NCC在21號有澄清 中天新聞台對於NCC相關勝訴 已經16勝跟事實不符合 好對此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就炮轟 就算NCC你是獨立機關 也不能夠對新聞 是否違反公治良俗 以字役判斷 他更直言了 NCC要繼續濫訴 那麼就讓官員 用自己的錢去打官司吧 未來如果再審NCC預算的話 一定會更加嚴格把關 砍光NCC的訴訟費 好當然呢 這個NCC不但財 不當裁罰中天新聞 已經多次遭到法院給打臉了 目前累計已經敗訴16次 但是始終不認為自己有錯 好台北市議員 由淑慧透露 NCC一整年的預算是7億元左右 其中啊光是花在人事費用 就大約佔了9成 也就是6億多 因此他認為 NCC每年編列了一大筆預算 只是用來發薪水而已 但是看不出來 NCC實質上到底是做了什麼 對人民有幫助的事 我們政府每一塊錢 都是用人民的納稅錢 每一塊錢都應該要有它的KPI 告訴我們說 我這個單位為什麼存在 我做了哪一些業務 你掰也要掰得出來嘛 對不對 NCC除了在跟這個媒體好 跟那個媒體不好 讓這個媒體過去裁罰那個媒體 然後官司一直輸以外 可以告訴我 NCC可以告訴我 你到底幫人民做了什麼事嗎 你有這麼多行銷的費用 對不對 你們民進黨政府 编了那麼多大內宣的錢 為什麼我們還是不知道 NCC到底做了什麼福國立民的事 112年度 NCC的總預算大概是6億多 6億多 那大家知道 你知道它的人事費佔了多少 你覺得一個單位的 全部的預算是6億多 那你覺得人事費佔多少 幾千萬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傻 有3億了 6成 7成就算多了吧 因為你總要做業務吧 一半 對不對 他們很值得幾千萬就好了 我告訴大家 NCC的人事費超過9成 他有6億都在人事費 哪來那麼多人 也就是說他的業務費 只有幾千萬 然後人事費6億 他有這麼多人嗎 他有這麼多人 那有這麼多事嗎 我可以給他這麼多人 但是你每一個人總要做事吧 你有多少人 你應該對應多少業務費吧 每一個人都該做事啊 不是說只编人事費 然後沒有業務費 那都不做事 就領薪水嗎 好啦 113年進步一點了 NCC雖然一直被罵 但是預算還增加了1億喔 7億0200多萬 2024年113年 7億0200多萬 我告訴大家 人事費也增加了 還是6億多 那你到底業務費在做什麼 可以大家告訴我 NCC一年花政府7億元 結果其中6億多 百分之90幾都在發薪水 那他們發薪水 到底做什麼業務呢 好 持續推薦給大家 這是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喔 不過接下來要告訴你的 是益生菌到底還有哪些功效 怎麼吃才能夠增強效果 哪些人又最應該補充益生菌呢 邀請專業的醫師來告訴你 最受國人青睞的保健食品益生菌 除了維持消化道機能幫助入眠 就連季節交替面對過敏耗發的情況 也能幫助調整體質 比如說對於腸胃道的一些症狀 甚至對於免疫的一些改善 還有包括睡眠情緒 以及新陳代謝的這個部分的影響 你在日常保養呢 我其實也會建議針對益生菌來做補充 也會對於過敏體質有一些的幫助跟改善 醫師表示 選擇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可以藉由改善腸道環境 讓血清素的分泌吸收更穩定 增加深層睡眠 提升睡眠品質 克菲爾益生菌呢 它本身就會生成GABA 還有這個血清素 那另外一個退黑激素 也是它的殘污之一 那大家都知道退黑激素 對於這個幫助睡眠 調整時差都有它的好處 另外台灣素食人口高居全球第三 單素食料理中 常常會有許多高油高鹽的 再製加工品 醫師就提醒 吃素族群也可以選擇 素食型的益生菌來調整體質 比較高油高鹽的一些再製品 那這些食物就比較容易引起 體內腸道的發炎 所以我認為素食者 他非常的適合來補充益生菌 一方面是因為素食者 他的這個青菜水果可能就 就吃的比較多 那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益生源 那另外呢 我會建議的話 他也要減少這些油炸類 或這個再製品的這個攝取 每日定時補充益生菌 除了選擇足夠的劑量 搭配不超過35度C的開水 平時維持良好作息 都有助於提升益生菌的作用 好我們來看到南沙太平島的碼頭 俊升擴介工程即將要啟用了 當然外界都在關注 這個總統蔡英文到底要不要登島呢 現在總統方面是沒有辦法承諾的 但其實過去前總統陳水扁跟馬英九 都曾經登島過發表倡議 好美國都反對 就是因為美方不願意承認有九段線 因此現在前立委郭正亮他就分析 他覺得現在就是在考驗這個蔡英文 到底是不是美國的狗腿了 好接下來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財政部長莊翠雲透露兩岸如果真的發生了戰爭 那麼緊急時刻例行性的備案 就是要考慮開征所謂的戰爭稅 好針對這個部分呢 年輕的朋友到底是怎麼看的 我們特別走上街頭來問問 有人說如果真的打仗 那麼第一反應當然是要逃跑啊 到底誰開戰的時候還會繳稅呢 財政部長莊翠雲透露 央行金網會跟財政部去年都做過金融兵推 兩岸如果開戰為籌措戰備資金 增加稅費都是選項 反正也打不贏還不如直接投降 我認真的 因為我覺得打了也打不過 中國人那麼多 你一下還被滅掉 反正不能錄吧 我的反應是我也支持啊 反正到時候打輸錢也沒用啊 趕快抖一抖 贏的話說不定還在被那個什麼 讚美一下 說支持國家這樣子 打仗打過來都 錢都沒啦 就被打死啊 你說什麼啦 打仗打過來就都被打爆了 那時候感覺 錢也會都變質吧 感覺沒什麼用我覺得 打仗打起來 我怎麼可能會有收入 那我應該先跑去躲起來之類的 戰爭了就是大家會想要趕快跑 不會想說還要繳稅給政府啊 趕快離開就好啦 就是自己的心命要緊吧 如果真的都已經要戰爭的話 好像也繳不了稅了吧 就是大家都該跑的也都走了 所以還會乖乖繳稅這樣 我說說不定國家都要沒了 然後還要繳稅 對說不定之後制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稅制的產生 會不會 我的意義是這樣 戰爭稅 可是我們都還沒有完全投入 然後就要馬上 研討戰爭稅 有點讓人困惑耶 會讓人很 所以我們要準備打仗了嗎 就是 我覺得眼裡算有點糟 蠻正經的 就是完全沒有很shock 可能我們國家都要毀滅了 結果還在收錢 還在增加稅收 那就是好像也沒有必要 那我也覺得那個也沒有必要 戰爭稅 我覺得最好不要有戰爭 我的想法是這樣 不會很樂見看什麼戰爭稅 更不希望看到戰爭 想都不要想 最好何必要戰爭 神經病 神經病 不需要 而且我覺得戰爭有什麼好處 人家那麼大 你那麼一丁點兒 你怎麼弄 不需要用 沒有想清楚 因為他名字夠好戰爭稅 實際上他的運用 我們其實也不太曉得 他如果是繳稅 然後給 就是給我們國軍 多一些補助還是福利的話 那我覺得OK 對 如果是要拿去 做一些什麼貪污的 那我覺得沒必要這樣 對對對 應該直接先逃到國外 應該不會找錢給國家 哈哈哈哈哈哈 原因是什麼 自己都不夠用 還要交錢給國家 然後打仗 我可以打到 我直接想逃到別的國家就好 OK 如果要收錢 我是覺得可以 但是其實 我覺得重點應該是 讓大家覺得自己的錢 有被花在正確 而且有感覺的地方 因為其實像現在很多稅收 其實每年都有繳很多稅 但是就是民眾 到底有沒有感覺到自己的錢 是被花在自己有感覺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年輕人說打仗的時候 當然要逃 還繳什麼稅呢 欺負福袋 即時許願 鬥內中天 重返五二 每一個小小的願望背後 都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和最在乎的事 都承載了滿滿的愛 中年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欺負福袋 即時許願 如何用欺負福袋 即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天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公民選擇斗內 希望藍福袋 無武器求公平正義 不充翻五二 福氣子福袋 其求福亂運望 紅福大展 健康局福袋 其求長壽安康 可達平安 中台富王福袋 其求財源廣進 變成長紅 狀元紅福袋 其求硬實順利 心無法提名 您的福袋 看名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唷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 重翻五二 所有的斗內 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 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我個人是覺得手機掛繩是蠻方便的喔 因為像是你出國玩的話 你的手機就掛在脖子上 你不用還在包包裡面翻找它 那你要拍照或是錄影的話 都很快就可以把手機拿起來用 中年文創 Keep Fighting系列手機掛繩 Live活力放送款有煙燻紅 還有星空黑的兩種配色 Live立體小logo 可以隨意的調整位置 潮牌設計風格 讓您散發與眾不同的氣息 百搭榮耀款經典黑 這款特別就適合 喜歡簡單大方 又追求時尚 和個性的朋友 單扣雙扣都可以使用 這兩款都是特別挑選2公分 和2.5公分的寬帶織布設計 讓脖子和肩膀能夠更輕鬆更舒適 它的金屬配件搭配的是 高質感多功能 啞光霧面扣環 品味大加分 Keep Fighting夾片 挺你自信做自己 好 朋友們趕快上快點購選購 記得要輸入推薦碼 還會有額外的折扣 好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大家持續加入我們這個小時上午8點鐘的中天新聞 這個小時依舊是我為大家繼續來做服務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支持 好 當然提醒各位幫我們轉到 我們子頻道了 跟剛剛7點鐘開在同樣一個直播連結 大家先幫我檢查一下有沒有按讚 還沒有按讚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按個讚 按讚之後就可以開始進入聊天室裡頭留言 來做互動了 我有看到達斯維達 晨熙蘿蔔頭 Kelvin Singh 超級派拉利跟江財 還有看到PY Chen 林志敏 也有看到慧瑩 以及這個陳春兆 來朵朵 陳蟲氣跟陳一群 還有看到Ocean Tropical的加入加龍 我有看到你了 路過的Lear Wang 以及這個蔡仁維 好 非常感謝大家 希望各位吃吃聊天室當中留言來做互動了 這個小時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要來關心的是 電價費率審議會在今天下午即將要召開了 當然電價的方案現在提前曝光 4月份的電價即將要調漲11% 也就是說不分工業民生各個級距全面調升 立刻衝擊到的就是全國的1434萬的用戶 好 其中呢 民生用電700度以上將會擴大漲幅7% 好 產業則是設有超級大戶最高調漲25% 包含了台積電 Google跟中華電三家都入列了 好 當然呢 4月份即將要調漲電價連帶會影響到 現在包含了台鐵客運跟捷運恐怕也會漲票價 行政已經決定了要給千億元補貼台電的虧損 立刻引發藍軍炮轟 廢核政策讓台電的財務黑洞高達1500億 現在根本就是在把百姓當成提款機 台電四月要漲電價 交通部證實28年來每條的台鐵票價可能調漲 上北捷一年電費23.8億 未來捷運高鐵客運恐怕統統得跟漲 政院拍板還要撥錢補台電虧損 行政院這邊大概基本上態度跟立場 就是往1000億以上這邊來做撥補 在實際的數額他必須等最後的精算才能做確定 他的這個無底洞已經高達1500億以上 怎麼樣去補他 明年是不是又要再補他 每年都要再補他的話 那台電開公司幹嘛 看國人之凱 因為左手是直接跟人民要錢漲電價 右手是透過政府都是拿納稅人民的錢 台電為何虧成這樣 政府兩年內挹注台電3,010億 開開平均電價2.9元 再生能源平均5.3元 比單位成本高出41.66% 而且炮轟台電狂虧就是政府搞廢核等意識形態作祟 燒煤炭就是3塊半天然氣就是4塊半光電88槍就是6塊錢 風電就是7塊錢 俄武戰爭我們制裁俄羅斯 連日本都偷偷買反而我們不敢買 我們是美國的乖孫子 我們是烏克蘭的乖兒子 那這為什麼好報應 這問你上頭一個老闆 美國人的乖女兒 過同性了 不只買俄羅斯的 藍圈炮紅民進黨政策錯誤卻拿百姓當提款機 當初狂喊廢核的人 怎麼不拿自己的錢來補台電虧損 錯誤的政策錯誤的政治人物胡搞瞎搞嗎 誰選的 多少大牌的文人 大牌的作家大牌的藝術家導演演員 通通站出來反核 好像不反核就不是人 就你們今天乖乖繳高電費 你們都不是人 民進黨廢核搞出台電財務黑洞 就怕掏空百姓荷包 也補不了能源政策的錯誤大包 好包含即將要調漲電價了 另外央行在昨天也有宣布升息了 現在包含這兩個議題 大家都在關心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時報的新聞透視 就特別提到了 蔡政府即將要卸任 交接給新任總統賴清德 但是近期萬物其掌 好大家都非常的擔憂 有人就解讀說 這是不是小英要在520之前 先幫賴清德來拆蛋呢 不過其實這些調整 勢必會衝擊到民生 反而會累積民怨 好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造成漲電價通膨惡果 原本自以為自己是在拆蛋 不過實則放毒 恐怕賴清德在上任的第一天 就是民怨的開始 無色覺醒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是昨天在立法院的畫面 當時立委輪番質詢 所謂立法院的活字典 就是秘書長周萬來 這當中有哪些狀況 我們先來看到 這個是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他就特別提到了上週 之前立法院的畫面 就是問問周萬來說 到底韓國瑜有沒有沒收質詢權呢 他錯了嗎 這個時候周萬來就說 韓國瑜院長沒錯 而且有人問到說 你跟韓國瑜接觸的心得是什麼 周萬來其實是很稱讚韓國瑜的 他說呢跟他之前 所認為的外界的刻板印象 是大不相同 因為韓國瑜 他這一個多月以來 低久不沾 而且非常的守實 各方面也非常積極 在扮演國會議長的角色 他說如果以自己幕僚的角色來看 他是非常敬佩韓國瑜的 好接下來又被問到了 蔡英文總統745天 不曾接受過媒體的訪問 媒體的提問 那麼馬英九跟蔡英文 哪一位的做法比較好呢 好這個時候他的回答是 欸馬英九對於民意的尊重 是比較強的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在討論的 立法院呢 要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嗎 好針對這個部分 周萬來他的說法是 美國總統是有立法的權力 跟我國的狀況不同 他認為呢 我國的立法院 對於國情報告是有決定權的 當然呢 在昨天其實整個質詢的過程當中 外界觀察到周萬來他這個人 都沒有動氣 全程是微笑的 因此給予這個周萬來 其實也給予他非常高的評價喔 好我們再來看到呢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的就是 國情報告的部分 到底要不要所謂的 集問集答呢 好民眾黨的看法是認為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民喔 在2012年曾經有跟在野黨合作 要求前總統馬英九來做國情報告 而且當時他的說法是 如果沒有集問集答 就沒有意義了 好但是呢 現在的主張跟之前大不相同 好未免也差太多了吧 至於呢 國民黨立委謝龍介則是說 非常期待總統來到國會 進行國情報告 但是問答的方式呢 恐怕還需要更多討論 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堯提到了 在台灣的憲政體制 但是對於國會負責的就是行政院長 不應該去漢格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 但是裝稅的人始終叫不行 如果在野黨真的對憲法的運作有意見 那麼就請你們遵循修憲的程序 後續再來做討論吧 好這個部分 是有關於國情報告集問集答的部分喔 好但是呢 昨天有一個人在被質詢的時候 倒是被外界罵翻了 他就是立委莊瑞雄 好當時呢 其實這個莊瑞雄 跟這個周萬來一來一往 而且他直接對周萬來拍桌怒罵 時間長達五分鐘 主要是因為呢 在針對這個部分呢 周萬來其實也沒有動氣喔 他直接告訴莊瑞雄 對於他的提問告訴他說 哎你可以回去看專案報告 我在報告當中都寫得很清楚 委員是可以去查閱的 這時候莊瑞雄脾氣來了 他就說我尊重你是前輩 不然我也是有脾氣的喔 而且進一步他提到 韓國瑜的個性雖然很有趣 但是有受瘋瘋的 好是韓國瑜教你這樣的嗎 你身為秘書長就應該好好輔佐他啊 不然會傷害到立法院的形象耶 好網友看了這段畫面 立刻炸鍋 批評莊瑞雄 你現在是不是抹黑韓國瑜不成 就找秘書長來出氣呀 接下來透過這則相關報導 就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21號列席司法委員會 就總統國情報告是否急問急答 進行專題報告 不過總召吳宗憲在質詢時 天外飛來一鼻 對那個我們的韓院長 一個多月可以說打個分數 他不是外界所對他的那些評價 所以他比外面所說的 連酒他都不沾了 而且他會長手勢 所以一個多月來 我是會長欣賠他 周萬來對韓國瑜近一個月的表現 給予高評價 聊韓國瑜很輕鬆 但不是每個立委 都對周萬來好聲好氣 國民黨立委謝龍介 就率先開轟 要周萬來趕快動起來 撤換總務處長 你有把院長建議嗎 是不是你建議 沒有 沒有 因為這連事權是在院長 你不是建議很多嗎 錢錢的把這些 給錢包 三個都拿出來 民進黨立委 庄瑞熊也質疑周萬來 當初沒有提醒韓國瑜 才鬧出沒收質詢權的爭議 周萬來在背詢疾問及答時 還多次要莊瑞熊先去看報告 氣得莊瑞熊一度怒敲桌 罵不到韓國瑜就改罵周萬來 莊瑞熊想當場洗臉 周萬來依舊是笑面迎人 立委羅志強就建議他 可以再強勢一點 韓國瑜院長出錯了嗎 沒有 對嘛 你當時就該回答我們莊委員 韓國瑜院長按照立法院議事規則 沒有錯啊 藍綠立委輪番指教 讓周萬來在攻防之際 還側面倒出韓國瑜不為人知的 真實態度 也讓大家知道 五成八的滿意度不是假 記者日後中蔡平洋台北財務報導 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職位 依照慣例都是由立法院長來接掌 不過民進黨很多人喊話說 不一定要給韓國瑜當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了 民進黨卡韓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 想要擋韓國瑜是擋不住的 因為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如果沒有立法院長的身份 那麼是非常難做事的 例如如果想要去進行國會外交 結果國會議長卻不在場 這樣像話嗎 民主基金會如果不是立法院長 當董事長 怎麼做國會外交 國會外交立法院長不在 這像話嗎 你不管是帶團出去 或者貴賓來訪 你一定要立法院長在場 我認為也擋不住 因為立法院長就是一個職位 民主基金會就是需要立法院長這個職位 不然很難做事 沒有一個國家的人來 說我不要見國會議長的 你有什麼理由 說不然你這個民主基金會是什麼 什麼東西我為什麼要見 又不是立法院長我為什麼要見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不可能 白浪費時間 吳釗憲為什麼不直接把話說完 因為有一些大人物他得罪不起 就是有人反對一定是這樣 可是不是他人決定的 那就是到最後那些反對的 意識形態的人物就要罷罷手了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他涉嫌收賄圖利 僅用監視器的業者遭到檢方聲押禁件 好 起初呢 法院裁定200萬元交保 但是檢方獲悉陳崇文交保之後 有接觸證人 是有勾串面證之餘的 經過抗告高院發回重裁 北院在21號改裁定 積押禁件 好 稍早這個畫面 我們來看到陳崇文 他雙手上靠步上了球車 隊伍當中 還有涉嫌虐死一歲 男童凱凱的流性保姆 兩個人意外同框 在新北市游民國三的男學生 去年底不幸被男同學 持刀割緊身亡 新北少年法庭在調查之後 21號裁定加害少年 及涉教唆 替他出氣的乾妹妹 好 因為涉犯5年以上的重罪 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但是呢 受害男學生的班導師 昨天晚間突然刪掉了 所有社群的訊息 而且還關閉通訊方式之後 就失聯了 引發很多網友 都很擔心 好 所幸呢 在今天清晨已經找到了 臉書粉專 白玫瑰社會關懷協會 現在已經更新訊息 也報了平安 同時也說 這位老師是一位非常偉大負責任 又承受極大壓力的人 謝謝老師 努力貧富頒上學生的難過 因為呢 這個社會經不起失去一位好老師 好 接下來呢 來看到這個畫面 是發生在21號的深夜11點多鐘 新北市的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指出 在土城區的中央路四段 125項的馬路上 竟然是出現了一個坑洞 消防局立刻出動前往查看 那研判就是說應該是 管線單位之前的一個回田未落實 所以導致現場有掏空的情況 有開挖到長寬各1.8公尺 然後深度有到1米5公尺 預計大概凌晨5點左右 就可以恢復車輛通行這樣 好 這個坑洞呢 大約是長1.25公尺 寬根深都是0.6公尺 疑似是因為陸基有掏空的現象 研判應該是管線單位在開挖之後 回田土餵壓食所導致的區公所呢 是在凌晨5點鐘之前 就已經把整個路面完成了修復工作 好 還要來關心的是 在21號的晚間6點49分 在花蓮縣的秀林鄉 發生了一起瑞士規模5點3的地震 各地最大的震度在花蓮 南投台中跟宜蘭都達到四級 雙北地區也有感 天花板吊燈左搖又晃 漁缸內水也是劇烈晃動到不行 21號晚間6點49分 花蓮發生一起瑞士規模5點3的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蓮 南投台中和宜蘭地區都來到四級 威力不容小覷 地牛大翻身 民眾家中車庫發出狂妄聲響 監視其鏡頭 因為地震上下左右晃動 這一震民眾超級有感 這起地震也影響到了台鐵的列車行進 台鐵公司晚間表示說到花蓮地震影響 宜蘭到瑞穗仙的上下行 各次列車都有掩護 花蓮的民眾呢 可能在北部的民眾 可能是在地震發生過後 已經搖晃了才會收到警報 那如果住在比較南邊的民眾 有機會可以在感受到震動之前 就收到國家級警報 另外地震側報中心也提醒大家 未來不排除三天之內 可能發生規模4.5到5的地震 民眾可要小心 多加留意 就張立命成一站六交花蓮報道 好 問問大家有幫我們更新 中天新聞網的APP嗎 因為現在我們推出的是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的活動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 祈福福袋的斗內跟贊助 讓廣大的中天好朋友們 一起幫你祝福 打開首頁之後呢 看到右下方的好運龍符號 就會有五款福袋 讓大家來做選擇 斗內之後呢 你的福袋會在鏡頭上秀出來 留言也會出現在下方的跑馬燈 希望大家都能夠多多支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i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使用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 要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好想特別提醒大家把握今天的好天氣 如果有洗衣曬被需求的朋友 可千萬可以來好好利用一下 不過其實這個日夜溫差是蠻大的 在穿著上還是要記得適時調整一下 我們首先透過這個衛星雲圖 就要告訴大家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非常溫暖穩定的天氣型態 中南部地區則是多雲道晴 不過北台灣的部分雲量會來的有一點點多 花東跟恆春半島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至於在午後因為熱力作用 西半部的山區也會出現零星降雨的可能性 不過整體說起來在今天降雨範圍非常非常的小 也是比較短暫的 白天開始各地都是溫暖穩定的天氣型態 北部跟東半部在今天高溫24到26度 中南部不用說了高溫26到28度 如果是內陸還有近山區 溫度還會再來的更高一點點 感受上是比較溫暖而且微熱的 如果你是處在雲量比較少的地方 這個區域的紫外線可能會來到過量等級 所以提醒大家在今天出門的時候 也要做好防曬工作 不過各地早晚時分是覺得略有良意 包含北部宜蘭低溫只有15 16度 其他地區的低溫16到18度 日夜溫差是蠻大的提醒各位早出晚歸 還要記得注意溫度變化適時的調整穿著 好當然呢即將要迎接週休假日了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未來的天氣狀況 從週五就是今天開始一直到了下週一 你可以看到各地的天氣都還不錯 回暖的狀況之下東南部轉南風 好花東地區呢會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好特別提醒大家從這個23號開始一直到26號的凌晨 包含了西半部地區跟外島地區的金門馬祖 可能會有直步物或是低雲的狀況出現 好如果說你有往返這個本島跟外島地區需求的朋友 還是要多加留意先查詢一下航班是比較保險的 好不過呢時間來看到到了下個禮拜二開始 封面即將要報導囉 受到了封面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您可以看到包含了北部東半部地區都會下雨 雨區的範圍擴大了 而且呢這個降雨的時間也會來的比較持續 溫度的部分也是會下降 特別提醒大家當然這個氣溫上的變化 務必都要多留意了 最後我們來看到今天的天氣小叮嚀 日夜溫差還是要多加留意 另外一個部分在今天西半部地區 從北到南包含了北部陶竹苗中部 還有雲嘉南地區整個空氣品質都非常的糟糕 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如果你本身是過敏族群的朋友 口罩還是要戴好戴滿的 藍光危害無所不在 現代人三膝不離身 增加眼睛疲勞 我們的日光燈 LED燈 這些裡面有很多的藍光 你需要真正20倍防藍光眼鏡 新大專利認證推薦 藍光阻隔率高達90% 護眼好安心 這款時尚禁框兼顧健康與美顏 中天快點購獨家最優惠 好評熱銷中 好白沙屯媽祖的淨香活動持續的進行當中 21號這一天來到淨香的第四天 首度從張雲大橋入境雲林縣的林內鄉 更到了冤民國中賜福 校長當時是非常感動的 學生也是不斷熱情的高喊 媽祖我愛你冤民國中歡迎您 並且紛紛鼓掌 校長有說這是從1961年創校以來 首度迎接白沙屯媽祖聖教到訪 因此學校師生都很感動 好另外呢在21號下午經過抖六大埔營區的時候 媽祖聯教也是突然停了下來 而且還不斷的搖擺耶 當時可以說讓阿兵哥們全部都駭翻了 同樣的不斷喊著媽祖我愛你 這個也是呢媽祖首度停嫁在營區 好另外呢我們再來看到 這是兩岸情勢的部分呢 到底未來會不會加徵所謂的戰爭稅 財政部長莊翠雲有透露 確實為了籌措戰備資金 有做過金融兵推 好不過此話一出 立刻遭到行政院犯人否認 澄清要苛徵戰爭稅並非事實 不過立委也批評政府 難道是希望戰爭隨時開打嗎 應該是要先想辦法避戰吧 網友也開酸你先捐我先走 你拿新台幣就能夠打退共軍嗎 有沒有討論的如果真的打上 我們可能要加稅 這個部分可能是考慮的一個項目 對對這涉及到戰費的籌措 戰爭費或者賓捐 戰爭捐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考慮賺跟費 稅跟費都有考慮的 你先捐我先走 財政部跟你有關的兵推的這一塊 不是推什麼 推稅局資料 推財力的動員 主要是要配合國防部的一個整體規劃 然後我們看到他們的演練情形 然後包含就是說我們的戰費的籌措 預算的轉換 以緩計及啊 為什麼聽起來像會發大財 打起來哪裡有收入繳稅北欺 如果真的打仗要花多少錢 對岸要花多少錢 對 當然我們要增加對岸的戰爭成本 包括到時候所有的戰爭動員 他所要開銷的 要打多久 對 時間的長度規模 以及戰爭的方式是速戰動員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的 要打仗準備錢 如果要加捐加稅 提前多久時間 因為夜館是幹嘛還在規劃規劃 你們國安局這麼重要都沒有準備好說 哇 你打仗 牛草先準備好了 牛草準備好了 對啊 這是一個跨部會的工作 那各部會都會依照他的業管 來做相關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都尊重 那過程當中有需要國安局來提供意見 我們會提供專業的諮詢 你收稅有屁用 笑死 這會是窮人捐吃又捐錢 特別在此澄清 會把全民防衛動員的業務進行 那行政院設有行政院的動員匯報 會指導各部會推動各項的動員事務 所以相關的兵推是 確保國家安全的例行性的情境的推演 並無報導所稱為否軍費 研議戰爭稅的徵收問題 你拿新台幣打退共軍嗎 這個根本是一個完全天馬行空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我們可能第一個面臨的是 我們金融市場的崩潰 到底可不可以收得到 想擁有戰爭稅 來作為支撐財政金融 我覺得這根本是 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妄想 戰爭絕對不是一個 大家都想看到的 戰爭沒有贏家 和平沒有輸家 會讓國人民心浮動 難道真的戰爭隨時就要開打嗎 財政部在推行任何政策 還沒有成熟之前 真的應該 好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小時候 全球現場時間囉 要把時間交給真榮 大家早安 今天全球現場 我們先帶你來關注到 這是號稱大中華地區 最大的蘋果旗艦店 Apple晉安 在21號的晚間 在上海的晉安廣場這邊開幕了 引爆了人潮朝聖 蘋果執行長庫克 他也特地現身現場 而在他現身之前呢 他先是在微博上頭 公佈了一段和演出這個 繁花的人氣演員正凱 漫步在外灘河畔的這個畫面 另外呢兩個人也一起品嘗 傷害當地知名的小籠包 蘋果主席 蘋果主席 Tim Cook 在上海開幕開幕 當時傳播出 新的新商店 他也跟中國演員 和電視角色 中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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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主席 蘋果主席 是最新的大科技公司 而是 美國主席 也有 美國主席 好 庫克和正凱 在上海的許多知名景點 散步聊天 並且一起品嘗美食 而庫克更在微博上頭 是以上海話 向當地的民眾打招呼 他寫到農好上海 而之後 庫克他又參觀了 眾多蘋果的供應店的企業 面對華為等等的大陸 在地的手機品牌的競爭 所以導致iPhone 在大陸的銷量下滑 所以庫克此行的目的很明顯 就是要鞏固大陸市場 好 但是呢 除了這個蘋果 在大陸的銷量減少 受到衝擊之外 其實他們在美國 也遇到了一個官司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個是 美國的司法部 在21號的時候 就控告蘋果公司 指控這家科技巨破 透過抑制競爭 並對消費者帶來過高的成本 非法維持iPhone的壟斷地位 美國的司法部長 甚至在記者會當中指控 蘋果一支iPhone 就要價超過5萬元台幣 消費者不應該支付 如此高昂的價格 Apple charges as much as nearly sixteen hundred dollars for an iPhone But as our complaint alleges Apple has maintained monopoly power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not simply by staying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but by violating federal anti-trust law Consumers should not have to pay higher prices because companies break the law 司法部的訴訟案指出 蘋果公司藉由 讓消費者難以轉換成更加便宜的 智慧型手機和裝置 賺取上千億美元 而蘋果的其他多個州 也提出對這個蘋果公司的訴訟案 蘋果公司也因此加入了 亞馬遜谷歌和臉書 這些公司都在美國面臨 反壟斷法的訴訟 而同時間司法部也提告 也導致蘋果公司的股價 重挫高達43% 好 回過頭回來要來看的是 這一回庫克到大陸去 除了到上海的旗艦店 來參加開幕的這一天的 重要的活動之外 他在上海這一天 也見了非常多的人 包括了一些供應鏈的廠商 三大供應商比亞迪 藍絲科技以及長銀精密的負責人 和他們一起來會晤 根據上海當地媒體的報導 比亞迪的董事長王傳福 還有藍絲董事長周群飛 長銀總經理陳曉碩 都和庫克有見面 並且向庫克介紹最新的營運成就 庫克也表示 蘋果未來將會持續 和大陸的供應鏈 維持緊密及雙贏的夥伴關係 而這一次的到訪 似乎就是因為 剛剛提到的 上海有新的蘋果門市 也是號稱 大中華區的最大旗艦店開幕 所以當然庫克此行到訪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鞏固大陸的市場 另外來聚焦是大陸的漁船 在金門翻覆事件 延宕至今 北京當局不斷壓縮兩岸的灰色地帶 除了大陸的海警船 在金門附近的海域執法之外 日前更是釋出了大陸海警 與解放軍的東部戰區海空軍 聯合跨就業實彈化的訓練 而這個演訓項目之一就是大陸海警船 如果執法的時候遇到暴力抗法的話 該如何應對呢 其實外界認為這就是針對 驚嚇海域的另外一個部署 大陸海警15號起在金門海域執法 並且公佈動畫路線 而21號更透過官方媒體宣布 解放軍海空軍聯合海警組織艦艇編隊 進行多個跨昼夜實戰化演訓 其中一項演訓目的就是大陸海警船 遭到暴力抗法的應對 閒號11506的大陸海警船參演 目的就是一旦海警船遭遇暴力抗法 解放軍海軍空軍以及海警 如何協助因應 大陸官媒中心社指出 這次演訓目的跟214金門事件有關 對此時事評論員郭震亮也表示 中國大陸正在跨越灰色地帶 不過當然214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陸當然沒收海域線已經開始了 第一個就是台灣這邊的司法還沒結案 所以等於這個事情還沒結束 同時他也表示中國大陸會視情況而定 台灣怎麼結案214還有520 賴清德就職演說將如何呈現 都會決定大陸日後對台灣的執法手段 記者綜合報導 台灣民意基金會最新民調顯示 有五成二的人對於韓國瑜擔任 立法院長的表現是滿意的 好其中20到24歲的滿意度更是高達了58% 沙沙主播李佩軒走上街頭 單刀直入的隨機街訪 有年輕選民反應真的是超級真實的 坦言對於韓國瑜當院長的穩定度感到很訝異 好更多精彩內容還有完整內容 邀請大家務必要鎖定一下 今天晚間9點鐘上片的高級酸新聞台了 好說到韓國瑜 立法院上週五的總質詢風波依舊持續延燒 韓國瑜當天在辦公室吃的水煎包 現在也爆紅了 這是立委謝龍介分享了四顆水煎包的照片 而且表示說小編排隊排好久 終於是買到了韓國瑜加持過的水煎包 好這間水煎包呢 位在台北西門町旁邊 近來陸續有民眾專程來排隊 更有婦人表示支持韓院長 所以他吃什麼就跟著吃什麼 如果沒有買到的話 他改天還會再來 好當然一路已經說到這個韓國瑜 國人對於他的表現其實是滿意度很高的 台北市議員劉采衛就分析了 其實民進黨長期以來都用相當低劣的手段 在亂貼標籤抹黑韓國瑜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呢 都具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很多人實際看過了他的表現之後 就發現根本不是民進黨所說的這麼回事 民進黨一直都是在用這種反制的方式 來操作韓國瑜 也就是貼標籤扭曲抹黑 然後把韓國瑜按照以前黑韓產業列一樣 不斷的抹黑成是一個草包大草包 然後上班不認真又想要提早下班 其實到現在不管是民進黨的這一些立法文 又或者是親綠的這一些綠營媒體等等的 都還是在做這一些行為啊 但是年輕人他們是會有自己思考的判斷能力 他們會獨立思考的 所以當民進黨的立委 當民進黨的這些媒體 還在出現一些反制的一些行為 反制的一些操作手法的時候 反而會讓年輕人對民進黨反感 反感的當下呢 他們就會真正的去開始自己搜尋韓國瑜 真的有像你們講的這樣子嗎 結果一搜尋起來沒有像你們講的這樣子 反而還讓我重新認識韓國瑜 以前他們可能只知道 韓國瑜是三個字 很有名的一個政治人物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他會被綠營抹黑成這樣子 甚至可能沒看新聞 就只知道韓國瑜他經歷過了很多事情 好那到現在呢 他們開始慢慢的接觸一些公共事務 開始知道韓國瑜是立法院長的時候呢 他開始會去Youtube看嘛 看什麼呢 看他在立法院的表現 看他在立法院的改革等等 這些形象自然而然就會提升 他在年輕人的支持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不管是他個人又或者在他立法院 都是這短期內給年輕人的一個形象嘛 第一個就是正直 第二個就是要改革嘛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的支持度上升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好提醒大家務必要多留意囉 因為最近諾羅病毒肆虐 因為這個病毒傳染力是很強的 很容易引發群聚感染 尤其是這個酒精 是沒有辦法把諾羅病毒給殺死的 因此呢推薦大家來使用的是 旺旺出產的水神抗菌液 微酸性填解次氯酸水 因為呢他通過多項的實驗認證 可以有效對抗諾羅病毒 而且溫和不刺激 大家呢可以上快點購的這個官方平台來做下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了 另外呢也要推薦給各位的是膠原蛋白 不過呢膠原蛋白包含服用的時間 還有應該怎麼吃都是蠻有學問的 請專家告訴你 花大錢做醫美買保養品 哀痛還得傷荷包 選擇補充膠原蛋白要想發揮最大功效 營養師提醒必須同步攝取維生素C 膠原蛋白在合成的時候 它是非常需要維生素C 作為一個輔媒一個幫手的概念 去幫助它合成 如果沒有維生素C的話 膠原蛋白的合成速度其實是會下降的 甚至是會變得沒有辦法合成 在使用補充膠原蛋白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搭配比如說 維生素C比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異果 這些都富含的維生素C 可以一起使用 營養師也補充 服用膠原蛋白 時機點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膚生長的黃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兩小時吃 至少要三個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會建議初期使用的時候 可以一天兩包作為補充 加強保養 那等你吃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改為一天一包的頻率 可以改為日常的保養 像旺旺實際年 德國膠原蛋白 它就分為兩種 第一種 像是粉紅色這一款 我就會建議 搭配維生素C一起做使用 因為這一款 它是針對 需要養顏美容的族群做設計的 搭配維生素C 對於膠原蛋白的合成效率 會是更提升的 藍色的則是主打 針對增強行動力的部分 在攝取上 飲食中我們可以增加 鈣質的攝取 像是牛奶 或是板豆腐 豆干這類的食物 這樣子可以更增加 我們自身的行動力 懂得怎麼吃對膠原蛋白 配合良好的作息 避免長時間曝曬 以及攝取抗氧化食物 就能讓你將吃進的膠原蛋白 鎖好鎖滿 容量單位毫升ML的英文 到底應該怎麼唸呢 現在在臉書上 有高中老師發起活動 說只要誰唸成了MO 那麼就會被當 好 到底應該怎麼唸 我們帶您一塊來看 全身噴的龐龐龐 不論是香水還是化妝水 單位用ML也就是毫升來區分 但大家通常都這麼唸 哇 你這幾毛的 這100毛的 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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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磨還是卷神的磨 還有網友說 可以唸Milo嗎 百貨公司一堆貴姊都亂唸 讓物理老師也聽不下去 台中有高中老師 甚至在臉書發起活動 誰在把豪生唸成磨 就把誰當掉 而真正讀音其實是 其實是ML 並不是多少磨 就是唸成Mil才對 而是全名叫Milometer 原來不唸墨而是Mil 但將錯就錯的 還有這個字 喔 40% 酒精濃度40% 這個%也就是百分比 原來是來自日系英文 % 而真正的唸法應該是 % 網友說甚至有人更離譜 把%唸成Person 避免鬧出笑話 乖乖唸中文百分比 所以是保險 謝謝旁向富彭馨 台中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 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交透喔 徐長武 你簡直就是完美 但還真是奇怪 我為什麼一見到你就不開心 我就只會忍你一次 把假的女兒當成真的女兒 把真的女兒當成假的女兒 你當然會覺得空虛 看來您還不知道 是因為其實就是美照 你等著看吧 我會讓你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這位報掛好朋友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我們開會員囉 誠摯邀請您加會員 成為報掛後援會 和我們一起發揮監督的力量 現在就請您動動手指 進入大新聞大報掛頻道首頁 點擊加入按鈕 或是點擊聊天室的置頂連結 完成加會員程序 加會員成為報掛後援會 每月可以參加線上見面會 一起互動提問分享觀點 還有不定期的快點購驚喜優惠 趕快加入吧 好兩岸關係之間呢 持續蠻緊張的 大陸的基建持續襲擾台灣 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進入周邊的海空域 民政黨立委王定宇 在質詢國安局長蔡明燕的時候 就說美國澳洲的基建 在南海都曾經遭到共軍騷擾 好國安局長蔡明燕 則是證實了 我方也有類似的案例 蔡明燕說呢 中共發現有其他國船艦或是飛機 進入到中共宣稱的海空域 這個時候呢 就會採取逢艦必根的原則 中共呢在南海地區的基建活動 是非常頻繁的 如果以三月份來說的話 平均每一天都有六到二十架次 海面上的艦船 則是每一天大約都會有二十艘 好繼續來看到我國的友邦海地的情勢 持續的動盪不安喔 首都太子港原本平靜的富人區 現在也傳出發生激烈的槍戰 隨著局勢加劇 美國也開始判遣了直升機 把僑民撤到了多明尼加 紐約市長也開記者會呼籲 美國政府協助穩定海地的趨勢 大批人群走在街道上 海地暴亂越演越烈 在混亂中逃逸的幫派頭目亞利山大 帶著數百名支持者走上街頭 要對抗其他幫派奪回社區的控制權 加劇情勢惡化 海地首都太子港原本平靜的富人區 也傳出槍戰 美國也立刻眼裡撤出僑民 美國國務院表示 已經有將近1600人聯絡國務院 不過因為海地機場無法使用 因此必須出動直升機接送 每天只有大概30人左右可以離開 美方強調撤僑行動會評估風險 到底多少人能安全離開 誰也沒把握 與海地為零的多名尼加 也在全面提升邊境安檢 非法入境的海地難民 將面臨被遣返的命運 我方外交部則表示 目前23位僑民以及台商軍安 暫時沒有撤離的打算 海地情勢持續動盪不安 美國紐約市長與民權運動家 夏普頓牧師也召開了記者會 夏普頓牧師提到 應該要讓聯邦機構 調查島上槍支犯案的情況 支援烏克蘭以及加薩地區的戰爭 固然重要 但海地在美國後院 也有許多居民來自美國 因此不容忽視 不能像當作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呼籲政府立刻採取措施 穩定海地局勢 藉由中文報導 日本的棒球明星大谷祥平的翻譯 水源伊萍傳出涉嫌非法遷堵 遭到了洛杉磯到齊隊解雇了 美國聯邦調查局 將會持續的調查 大谷祥平是否知情或者是涉堵 但是大聯盟目前還沒有把大谷 列為調查對象之一 台北市長蔣萬安上午的時候出席了 台北捷運北環段的開工動土典禮 當時拉拉隊女神林香 也被捷運局來邀請參加活動 事前不知道這件事的蔣萬安趕緊說 我是忠實的宣粉急忙向太太實訪宣喊話 我不知道他會過來 所以我真的是忠實的宣粉 那你是不是覺得捷運局有花個洞給你挑 因為竟然邀到林香來然後沒有通知 他們還真的沒跟我說 我也是剛在車上來的時候 助理跟我說我才知道 主辦單位這回特別邀請到林香等 魏全龍拉拉隊來做表演 但是兩個人行程卻沒有安排同台 之前月初蔣萬安很開心的跟林香自拍 當時有被問到了是否要讓老婆不開心呢 他笑著說太太有看到這個新聞 他還問我說怎麼樣啊 我回答說都很好啊 結果下一秒鐘呢 他就把三寶丟給我餵奶了 蔣萬他也笑說還好 今天兩個人沒有二度同台自拍 要不然今天晚上他又要顧三寶了 屏東縣的嘉東鄉有一處鐵路 從平郊到旁邊 21號傍晚6點多鐘 發生了機車跟垃圾車碰撞的死亡車禍 好當時有一名88歲的莊姓老翁 騎著機車從平郊到旁邊的小路使出 卻被鄉公所的垃圾車迎面撞上 老翁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緊急送醫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而且也波及到另外一位經過的機車騎士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 雙方都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而台鐵的臨邊到嘉東站之間 也因此暫停行駛大約50分鐘 在彰化的浦昕 則是發生了一起驚悚的對撞車禍 有一台休旅車疑似駕駛 撿東西失控越線到了對象的車道 對象的車輛當然是根本來不及閃 猛力的對撞也波及到旁邊的藍色貨車 這個貨車被撞到側翻 連後車也因此殺不住撞倒了 總共造成四台車連撞車禍 有四個人受傷 其中首當其衝的兩車駕駛 包含了肇事者都是身受重傷 意識不清楚骨折送醫搶救 現在驚悚的撞擊瞬間全都曝光 後車駕駛迴響事發經過仍然餘悸有存 直接衝擊了兩車車頭全毀 車輪吊出 小火車整台側翻人員受困 旁邊工廠技師建議勇為 十多個人迅速敲開變形車門 協助把人救出 我們就把門敲開把兩個人拖出來 怕那個火燒車 事故一共造成四人受傷 首當其衝兩車駕駛受傷嚴重 意識不清緊急送醫 小火車兩名駕駛幸運獲救 傷勢較輕 彰化俯興圓路路上 離譜的月線護狀到底怎麼發生的 60歲而肇事駕駛這一狀 自己也陷入昏迷搶救 沒有煞車聲喔 很大聲啦 地縮狂很像 就是我有氣爆可能 撿東西還是怎樣 聽說是這樣 一個分神撞上對向車輛 慘害其他三人受傷 出心犯錯 媽祖在附近也愛莫能住 記得陳盛偉韓智欣 陳志茂張化報導 在彰化縣的福興鄉 當有一間塑膠工廠 21號下午傳出了火警意外 還好沒有任何人員的傷亡 好不過當時呢 這個畫面 濃濃的黑煙竄入高空 讓用路人看得心驚膽戰 而另外呢 在宜蘭的圓山 則是出現了金爐溫度過高 導致爆裂 掉落石塊 因此砸傷了兩位民眾 濃濃黑煙不斷竄出 彰化復興連海路一段一處工廠 21號下午發生一起火警意外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濃煙竄成道有百公尺高 直接影響到了高架道路上車流 巨大黑煙幾乎遮蓋整個天空 工廠內部也出現熊熊大火 畫面觸目驚心 現場呢 唯一一樓已構造建築物 燃燒面積呢 約兩百萬公尺 那我們總共呢 出動了二十車 五十八人 根據了解 這處起火建築 是一間塑膠工廠 因為不明原因發生火警意外 也因為現場堆放了大量的塑膠原料和廢料 造成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好在所有人員都有及時逃出 沒有造成傷亡 至於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鏡頭轉到宜蘭元山 21號傍晚左右 發生一起金爐水泥塊掉落砸傷 民眾的意外 正在焚燒紙前的金爐 意思因為不耐高溫 造成水泥塊剝落 雜眾正在舉辦告別式的家屬 其中13歲的莊姓女童 左眼角被砸 眼睛跑進粉塵 64歲的減性婦人 則是左大腿的膝關節 被水泥塊擊中 左心打人送醫之後都沒有生命為限 宜蘭縣殯管理所也表示 會負起賠償責任 記者綜合報導 好 4月份即將要調漲電價了 當然這個新電價的平均漲幅 大約是在10%左右 由於醫院開刀房必須要24小時 維持不斷電 因此也算是吃電怪獸 醫界現在估算 國內的醫療院所全年電費 就要30億元 全台五大公司力的醫療院所 21號有發表聯合聲明 要求政府動漲 或者是編列公務預算 來補助醫療院所的電費 否則他們說 不排除要調漲掛號費 以反映營運成本 現在地區型的醫院 則是非常的擔憂 電價海嘯來襲 小型醫院很可能會直接滅定 好繼續再來追蹤 這個保姆虐童案爭議持續延燒 而且現在一路燒到了兒童福利聯盟 兒盟數年前就花了3.7億元 在台北市的內湖買房子 引發社會的熱議 近來又被發現 花了9800萬元購買的是 台中市某棟528坪的透天錯 好對此兒盟發言人王定正說 因為服務擴展 導致原有的辦公廳社不服使用 才會選擇新購不動產 當然最近兒盟的爭議蠻多的 教育部已經說了 將會跟衛福部組成專案小組 來做調查 情結嚴重就會廢止其設立 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宗燕 被指控涉灘接受了性招待 監察院調查之後提出了彈劾 但是最後表決是以2票對11票不成立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就質疑了 監察院根本就是在看顏色辦事 痛批監院跟東廠沒有兩樣 好 立委吳思瑤則反酸了 國民黨應該要加入民進黨 長期以來修憲廢考監的主張 其實我們的監察院跟廢務院 也沒什麼差別 說實在話 他不單是廢務院 他現在是護航院 是東廠院 他今天查別的 查這個所謂在野者 他很認真積極 但今天查真正有權力的人的時候 他就擺爛 你像陳忠燕這麼明明白白 這個接受性招待的各項事實 攤在陽光下了 你這些監察委員還可以豬油蒙的心 對不對 還可以護航 所以像這種監察院說真的 我覺得接下來監察院人事審查 包括監察院的預算都要非常嚴格 不能讓這些四位素餐的米蟲 然後繼續的來領人民納稅錢 卻不做事 立法院不宜去智慧 更不宜針對個案 帶有政黨意識形態的 去進行不當跟過當的批判 所以昨天國民黨團說監察院功能不張 廢了算了 那非常歡迎中國國民黨 加入民主進步黨長期以來 修憲廢考監這樣的主張 林正好立委有爆料指出 監察院長陳菊在大選期間 跑到高雄去輔選 而且當時車上的輔選辦首禮 竟然是立法院的專工酒 因此要求立法院務必要調查清楚 記者隨後就去詢問立法院長韓國瑜 韓國瑜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先喊了一聲 看似是非常驚訝的 另外立法院的秘書長周萬來則說 因為他2月5號才剛剛來報導 但是據他以前的了解 每位委員好像都是有配額的 不過針對這個爆料 陳菊辦公室則是立刻澄清表示 民眾黨委員是看照片 然後漫天說故事 陳菊當天是私人訪友的行程 車上的物資也是個人物品 所言所行都是無關政治跟選舉的 希望外界不要耗費社會資源 在不時的救聞 委員看到紙箱就開槍的行為可以停止 但是由於當下這個紙箱的關係 就引發大家的討論了 國民黨立委徐曉欣也說 既然這個箱子是立法院專工酒的箱子 大家當然不會覺得這裡頭放的是衛生紙 因此他也希望陳菊能夠直接說清楚 這東西到底裝了什麼 而且也建議立法院應該要公開 專工酒的預算編列 還有到底送給哪些人 我們好奇問陳菊院長嘛 就是你那紙箱裝的是什麼呢 你是拿了立法院的公關酒的紙箱 裡面裝的是衛生紙 還是裡面裝的是酒呢 你可以說清楚嘛 就人家看到紙箱上面寫的是立法院酒 當然李當第一時間會懷疑 裡面裝的就是立法院酒 就像我們今天如果看到衛生紙的箱子 我們李當認為裡面裝衛生紙 我也不會看到衛生紙的紙箱質疑裡面是立法院的酒嘛 所以今天我看到立法院的酒的箱子 我也不會一瞬間就說裡面一定是裝衛生紙嘛 那有沒有可能裡面是裝衛生紙也有啊 那陳菊院長是不是要公開說明 在立法院的酒的盒子裡面 你到底裝了什麼 今天大家既然看到那個照片 對於酒的流向有質疑 那我覺得就應該要公開 從頭到尾從預算編列到給了誰 每一個人分到幾瓶 那至於他領了之後拿去做什麼 是選舉的用途還是真的有符合原本編列 預算的那個目的的用途 那就要請當事的單位來做說明 在這個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宗燕協助酒店業者一案 王美玉在內等監委又提案做了彈劾 但是呢這個監察委員投票的結果 卻是以11比2這種懸殊的票數 否決了彈劾案 《中國時報》社論在今天就特別提到了 職私監督百官的監察院 現在顯然已經成為民進黨的提現傀儡了 跟違法犯計的官員可以說是沆瀣一氣 既然已經失去了憲法所設定的功能 那麼還不如直接予以廢除 把監察院的調查權交還給立法院 中天鳳凰渝案遭到NCC開罰40萬 中天不服提出了抗告 NCC跟一審上訴敗訴 再審同樣是遭到法院的駁回 現在累計已經高達16連敗了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就說 北高行罕見打臉行政機關 顯示NCC主委陳耀祥離譜至極 立委王鴻威也痛批 NCC的公信力都已經跌到谷底了 對於NCC違法濫訴撤召中天案 國民黨團現在預計要成立中天調閱小組 要把背後的黑箱全部都查清楚 中天新聞在2019年報道三市長合體天空出現 鳳凰雲遭NCC開罰40萬元 中天不服抗告一審敗訴後 二審逆轉勝 NCC不斷上訴到14後 再審判決全被法院打臉累計第16敗 行政法院都有一個尊重行政機關的一個慣例 然後基本上不輕易去判行政機關敗訴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尊重默契 結果我們的行政法院還是忍不住要判他 就代表他四個字形容叫做離譜至極 所以你就知道陳耀祥多離譜了 NCC離譜行徑連被高刑都看不下去 甚至在NCC申請再審時連言辭辯論都免了 直接判決不回 在行政法院裡面 你NCC的公信力已經是跌到谷底了嗎 就是你今天所送來的這個裁罰案 人家連言辭辯論都不必要了 覺得說根本不需要 這個終究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是獨立機關還是黨藝機關 看看當時NCC裁罰時委任的外部諮詢會議 16名成員中即便有12人不認為有違法 NCC仍執意開罰 北高刑認為NCC不該自已判斷 開罰中天根本欠缺理由 這就是一個假民主真獨裁的一個過程 想要利用外部委員利用不成 最後自己來下毒手 我想這更能夠顯現出來 外部委員的一個公平公正 民進黨的真正獨權 NCC狂被法院打臉16次 陳耀祥卻不認有瑕疵 國民黨團預計成立中天調閱小組 要把對中天的違法裁罰訴訟查清楚 陳耀祥NCC在這個換造案 以及在這個中天的裁罰案當中 非常多的黑箱 我覺得應該要成立一個調閱小組 把這些事實真相把它調查清楚 要求NCC對中天準則 而比照進電視不准雙標 畢竟NCC濫訴連16敗 得還給中天一個清白 建築封郎士涵他報導 好NCC都已經16連敗了 但是始終不認為自己有錯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批評 敗訴就是敗訴啊 這是NCC不管怎麼辯解 都不會改變的事實 民進黨政府放任如此的機關 浪費納稅人的錢打官司 完全就是在胡作非為 一群專家學者 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然後打官司 用誰的錢 用你往納稅人的錢 然後這名專家學者 因為得到了蔡英文 跟當年蘇貞昌的首肯 以及得到了他們的肯定 所以像陳耀祥 他可以繼續卸任回到 台北大學去教書 繼續雙領他的薪水 這就是民進黨政府 所以死豬不怕滾水燙 死民進黨不怕人民罵 這就是民進黨 胡作非為的亂象 那中天就非常不幸的 慘倫刀下魂 因為當年的中天電視台 監督民進黨太有力了 隨著判決中天勝訴的案件 越來越多 這就為打臉NCC 以及未來中天赴台的可能性 又再增添了基石 NCC同樣一個單位 而且是面對中天同樣的集團 結果NCC16連敗 陳耀祥先前在質詢的時候 還要辯解 他說你16連敗 你不能這樣算 因為我們還在 出手當中 那麼敗就是敗 敗就是敗 但是出國你找不到手機很危險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歐洲的時候 我朋友就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帶手機掛繩 要不然你的手機很容易會被摸走 但是用了我們這個手機掛繩之後 實現你的雙手Free 你愛幹嘛就幹嘛 然後要拿手機你就這樣拿起來 不拿的時候就放下去 太可愛了 它非常的可愛 而且跟市面上的掛繩與眾不同 外面買的蠻強都是這種圓圓的繩子 但是它是扁扁的這個背帶 用起來就很像在背包包 我覺得很方便 現在手機裡面很多個資 手機當然要保護好 所以推薦給我們 有要出國旅行的好朋友們 吉附福袋 及時許願 鬥內中天 重翻無二 每一個小小的願望背後 都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和最在乎的事 都承載了滿滿的愛 周年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祈福福袋 及時許願 如何用祈福福袋 及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篇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公民選擇斗內 希望藍福袋 五五七求公平正義 不充翻無二 福氣子福袋 其求福望 運望 宏徒大展 健康局福袋 其求長壽安康 可達平安 中財富王福袋 祈求財源廣盡 變成長紅 壯元紅福袋 祈求運勢順利 敬佔平民 您的福袋 看命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喲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炒碼燈出現 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 重翻無二 所有的斗內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 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大家早安 感謝繼續鎖定九點鐘的中天新聞 我是蘇貞榮 好 提醒大家在這些新聞開始呢 有一個新的包廂 九點十點的這個新包廂 如果您還在剛剛小麥主播的 在這個子頻道 或者是在主頻道的話 趕快動動手指頭 點一下我們置頂連結 來到我們九點十點 這個新包廂 來跟我們互動 好 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到 聊天室來報導了 非常感謝大家 我看到春招姐姐早安 還有銀太 還有Kelvin Singh 還有李大中 還有這個是誰呢 銀太也來了 謝謝大家的應援跟支持 一定要記得幫我們把連結 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加入我們新聞討論 另外大家檢查一下 有沒有幫我們按個讚了呢 好 看到紅色燕子跟學文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還有這個吉祥心 好 請大家幫我們 要記得按個讚 然後TrustTK